Ryo了世紀,天天都個星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瑪莉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千踢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身點位 12點鐘方向的YO選擇到了瑪莉人 瑪莉人的特色是他的挖筋速度很快 而且還有這個攜帶速度也比較多 而且重點是挖的時間還比較長 雖然這些能力在其他的文筆裡面 他可能都不是最快的 像他挖筋速度輸給土耳其啊 或是踩的時間也輸給瑪雅人啊 攜帶量的話可能也輸給阿茲一樣 但是瑪莉人這個效果 他是天生就有的 而且很適合去打弓兵路線 封箭時代 可以打這個奴兵或是馬弓 這種時代可以再轉型成為騎兵路線 他的精冠、飄玩精神 可以讓洛馬跟駱駝高達14點傷害非常痛 後期還有刺衛劍勇 可以做出反抗對方的遠程部隊的一個選擇 但是越來越少見了 很少人再出劍兵勇士了 好馬力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阿茲特克人 那阿茲特克人特色呢 是所有的支援攜帶量都加3 所以他在前中後期的經濟都很不錯 而且他是城堡時代勞鷹報最可怕的文明 勞鷹產速度非常非常快 以前是15% 然後之後又改成11%的均勻的製造速度 現在又變成15%了 但還好這個英勇士的產速 從HD版到現在一直在提高 沒有像以前這麼無腦 直接用量直接A死你 那阿茲特克人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還是他的生旅 他的生旅路線呢每點一個科技史 生旅的血量都會加5滴起 到了帝王世代後期喔 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起喔 非常可怕 那他的戰毛兵也值得一提 是他有直毛器的關係 所以戰毛兵喔 也可以把他看成是他擁有帝王戰毛的升級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黃金 好這部分看起來巴南斯正面比較糟糕 但是還好兩塊附近都在後面 所以我覺得問題並不是很大 那圍架的話小圍的部分還算蠻好圍的 還算蠻好圍的 可以稍微圍過來圍過來就差不多 那我覺得他應該是不會小圍 如果要大圍的話 就是要把這個高地圍起來 把這個高地圍起來 不要讓對方用到 然後再往右邊圍到底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大圍的方法 那YO這邊地圖看起來喔 他的地形是還算可以的喔 只有這個果子喔 看起來非常痛苦喔 左邊黃金也是喔 那跟巴南斯差不多 黃金都是偏後方一點 那我個人體感覺得是 YO這邊的黃金跟果子喔 是比較差一點喔 前期可能會比較難受一些 那墓區的部分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好到哪去 所以這一把地圖感覺 YO開局會稍微劣勢一點 而且是這個高地喔 這個高地沒有拿下來喔 或是被這方派了一個工程 其實知道所在這裡會很難受喔 好巴南斯這邊點下了封建時代 打了一個18P棒棒開局 各位精彩了 棒棒開局不常見 阿茲的棒棒開局相當適合喔 因為他的製造速度夠快 出門時間也算夠早喔 就看到遊戲時間來到了8分11秒 15秒 8分半左右的時間就到你家了 好這個是棒棒開局 只要能找到對方的方法 好但是YO並沒有吃果子 所以果子暫時沒事 YO是選擇了一個工兵開局的關係 所以也沒有打算要下魔防喔 那這個配置喔 蠻像在打單挑的喔 單挑也是 不 不是不是單挑 很像團戰喔 團戰的外加的工兵配置喔 也是不採果子喔 把這個100 100木頭投資在這採礦地喔 這樣可以更早的讓自己工兵成型喔 這算是一個小細節喔 YO這邊不是雙射箭場 是單射箭場 那為什麼單挑的時候不打雙射箭場 我們之前影片一直有提到喔 有點時間沒有提到我們再講一下 由於雙射箭場在風紀時代初期喔 很容易被對方單射箭場出毛兵給擋下來的關係 所以喔大部分職業選手並不太會去打這個雙靶場 這個工兵流程喔 除非你今天是虐菜喔 那就另當別論 你想怎麼打都可以 但是頂尖高手們喔 他們的應對方法動機很頂尖喔 你雙靶場被壓制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人家只要出個肉馬配戰毛兵 就直接把你壓在地上了 所以呢 這個雙靶場為什麼在單挑不太實用的關係 大致上是這個原因喔 那當然單靶場然後可以轉一些馬舟啊 肉馬 好去多元的搭配你的兵力喔 反而是可以在風紀時代獲得更好的節奏 才不會你的資源點一直被騷擾到 讓你生活無法治理經濟變得很差喔 所以這一點呢 算是雙靶場的一大缺點喔 好 有肉馬了 那現在有肉馬的話 待會YO的弓箭手 處理的目標就是對方槍兵喔 待會就算讓自己的肉馬去自由駁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要把弓兵給拉回來 想要做一波處理 肉馬已經開始往前了 兩隻肉馬開始往前GO 還在輸出 這兩隻肉馬無雙了 你沒有槍兵 你怎麼打得贏肉馬呢 OK 搞定所有單位 現在YO 要把部隊往前送了 好 現在是兩隻槍兵 跟六隻毛兵 全部轉垃圾兵了喔 不轉垃圾兵不行喔 對方的弓兵需要太多 拼弓兵是讓你打不贏 城堡實在上去的話 阿茲特克也沒有某組團的優勢 弓兵路線現在不是那麼的首選 好那現在阿茲這邊開始轉弓兵 欸轉弓兵了嗎 這時候轉弓兵我覺得有點太慢了 不太能打 不太能打 我還以為他會轉老鷹阿 結果是轉射箭場 轉弓兵了 這就有趣了 雙射箭場轉弓兵 看準你了 這個有出弓兵又有出弱馬 我轉弓兵就更是55開 但是我現在弓兵是上烈士 可能不是55開 是19開 但是我有毛兵的 直接走一個混射程路線阿 娃娃為了想要點槍兵 結果讓自己的後面三隻弓兵倒地 四隻弓兵也倒了 第五隻也要被拿下 娃娃這一波弓兵要硬上了 直接硬點 但是槍兵還在輸出 槍兵在拿打 但是發現自己槍兵已經全部倒地 肉馬開始無雙 有一攻一防的肉馬 威力就是這麼的強大 哇這傷害好高阿 OK搞定剩下的部隊 現在YO火力非常驚人 但是對手已經小為止差不多 但是主機並沒有維好 這裡可能要再把這個洞櫃補起來 看起來YO經濟還算不錯 巴拉斯很差 但是還好後面應該還有一塊附金 可以找個機會去挖一下 巴拉斯這邊要斷金囉 這裡還要繼續走弓兵嗎 這就有疑問囉 這裡再繼續走弓兵 阿茲特克人的優勢 並沒有辦法打出來 那如果你打老鷹爆的話 YO也可以出重裝騎士 走一半騎士也可以壓制的回來 甚至走這個肉馬流 也可以考慮 甚至也可以考慮這個刺衛劍勇去做反制 整體來說 瑪麗人能反制阿茲特克的老鷹爆方法 其實蠻多的 但是遇到工兵單位的話 瑪麗人往往只能用自己的起兵路線 跟劍兵路線 去反制對手 我個人覺得步兵路線可能就不用看吧 反正在前期不太可能出現這種 刺衛劍兵路線 走工兵路線 確實會讓YO有點頭疼 但問題不大 YO還是有戰毛兵可以出 甚至也可以轉出奴炮 投石車進行反制的 那對於阿茲來說 這邊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這個觀點不一樣 想法也會不一樣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7隻工兵走過來 OK 那BANOS這裡沒有打算要轉老鷹 YO這邊遇到工兵有點招架不住 但是騎士已經在生產2級馬鎧 可能要先點 現在有足夠的支援可以點2級馬鎧 但是YO並沒有打算要升級2級馬鎧 那這就有趣了 黃金不太夠 還是要賣個100木頭呢 賣個100木頭 換62塊黃金 BANOS這邊點下了彈道學跟2級伐木 哇唷這邊上了 四隻騎士往前一直被點掉 跟蹤技術還有10%左右的時間 10% 10秒鐘左右的時間 殘血的拉回 這邊操作打得不錯 補一個修導員 開始來為這些騎士補血 阿茲這邊繼續走工兵 那對於YO來說 是相當輕鬆的打法 如果是老鷹的話 數量1多起來 可能還難處理 但工兵數量1多起來 我還可以直接用包的把你包掉 甚至你沒有辦法走到我家的可能性 也是有的 那大家取決於YO到底哪時候頂下2級射就是了 好 第二波工兵過來 二級射這個時間 我覺得可以點了 但是這邊還是沒有點二級防阿 而是補下經濟科技 YO經濟偷起來了 好 工兵過來 又射倒兩村 有彈道學的工兵就是猛 好 這一波要往上試試看 可不可以拿下工兵 好 這裡六隻騎士繼續往前走 這一波YO應該還是會被吃光 不是YO 霸牢會被吃光 YO這邊是火了下來 好 這裡肉麻跟生女補一下 好 工兵剛剛秀的不錯 但工兵就戰的就是這樣子而已了 好 這裡想用減生物 但是被工兵給攔截 生物自己帶回家 那Balance這邊的文明是阿茲特克的 減生物呢 每減1顆也可以增加33%的經濟效益 所以減3顆 如同4顆的經濟 非常的可怕 這黃金會跳得非常非常快 好 下方的工兵 現在暫時沒有東西可以打 先稍微繞一下 Balance現在停下了神聖思想 要轉生女路線 反之其次了 這樣就可以對得上阿茲的 生女強力的印象了 好 投石車要來了 好 但是Balance都看在眼裡 暫時沒被投到 好 救贖思想 還有20秒的時間 騎士這邊再次除為 好 現在Balance 救贖思想好了 YL這邊騎士往前走 不想離你那坨冰地 想要讓你的冰地回家 那就是我賺了 好 招想到了一隻騎士 來 攻神器踩隊 好 那上方這邊又有一波交換咯 生女過來 藏招投石器 那是投車直接拉走 好 直接招馬舊 騎士出來 會砍生女喔 好 但是直接一瞬間就點爆了騎士 沒有二級馬鎧 真的是扛不住啊 好 那現在阿茲也可以轉馬了吧 招到馬舊了嗎 還差一下騎士一出來 就被射死 OK 電勇時代還有一分鐘 有馬舊了 要不要按個鎖羅拓 鎖什麼拓的勇士摔完嗎 這很少看到啊 好 但是YL 我不屌你 你來招我 我直接壓你寶 城堡壓在臉上 好 後面過來 射條生女 好 封兵全部回家 來到了4 3 字數量 YL 現在有點不太力 第二世代也落後了一些時間 阿茲特克這邊會結上三級色化學 那強弩部分稍微慢一點才會點 那巨型投石機要不要按呢 現在石頭還沒有挖出城堡來喔 所以暫時很難解掉這根城堡啊 好 現在努力挖石頭 阿茲特克又再次走到了YL家裡 好 其實本來想要進去 但是家裡一直有勝旅守著 看起來YL要打開點一下金罐了 但是帝龍時代還沒有點 哎呀 那金罐 不要說金罐阿 連惡己馬卡也都沒點 哎呀 這個金罐有點差阿 YL的金罐現在49點落後於巴蘭斯3000金罐左右 好 但是家裡的劍塔防守還不錯喔 三根劍塔 到時射程範圍 投車拍一下 哇 拍到了 第二下可能有點困難 一個高打敵射死投車 這個回頭有點帥阿 好 YL現在在家裡的位置 暫時沒有問題 反正是巴蘭斯家裡有點尷尬了 可以被壓制住 尖塔不能挖 但是城堡已經挖出了一棟 上方這坨公兵暫時沒有事 還是要拉回家呢 長路已經升級好 好 右側有肉馬 開始再溜溜看 好 準備打破這邊的房子 好 公兵還在溜 兩邊都想要溜到對方的村民 照理來說巴蘭斯應該可以溜到比較多的村民數量 但是這邊劍塔防守確實不錯 而且還是防御劍塔 好 等YL家已經被溜進去了 不是YL家 巴蘭斯溜進去了 YL現在這波進攻打得很不錯 頭車拍到了一下 但是騎士也被拍死 YL到底哪時候點下二級馬凱呢 看得我好焦慮阿 好 公兵直接嘗試 走私城鎮中心 好 這個騎兵機也有點怪怪的 騎士怎麼可以直接走過去呢 好 後方兩邊都在給壓力 不然我這邊點下了金罐 不是金罐 這個帝王時代 好 那現在家裡的部分 暫時問題不大 勝率已經夾住 過來騎士 甚至連頭死車都要著想回去了嗎 好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開始大軍給壓力 YL在後面補了一個二級馬凱之後 工程機制到所補了兩個 剛才打算把後面這個地方 打到成最後基地了 好 手推車點下 好 手推車點下 現在班牙史 搶武數量出到了50隻阿 50隻 這個數量有點誇張了 要是這工兵拿去出老嬰的話 數量可以出差不多 甚至可以再多出一點 好 這個劍塔 連環塔 但是沒什麼效果 我們這個劍塔 快要被拆除了 好 反正是班牙斯這邊步步推進 打得很穩啊 YO這邊三級馬卡也還沒有點 從田開始有點不太穩了 開始有些田已經無法正常耕種 後面點了一個增兵技術 這裡用飛刀弩獵手是不切實際的 飛刀弩獵手想往左走但是遇到強弩 沒辦法只能打了 直接被弓兵點爛 吐了 這裡YO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那就是騎士路線 那你說走戰毛兵呢 那更是沒有未來的 當然YO這邊火炮想要嘗試先反擊對方巨頭 大巴浪斯這邊藏武數量真的是有點多 好 下方的箭塔最後也被處理掉了 這邊巨頭C再一根一根的慢慢拆除 那要不要開始囤馬了呢 YO沒有打算要囤馬 八王屎這邊 漂亮了 兩邊都不甩兵 八王屎這邊工兵來得到64隻的數量 好多啊 好多啊 好 你單靠火炮 的YO 有辦法嗎 好 長弩開始到處抓囉 這裡挖胖的村民 好 八王屎受不了 開始轉出了老鷹 那這邊誰先轉兵 誰的優勢就更大一點 好 這邊轉肉馬 一定要點一下金冠 才能打得以這些強奴 好 二孔有點下 金冠技術 還需要一點時間 650肉 可以點了 好 這裡用火炮 直接砸掉強奴 好 好 那現在YO經濟有點尷尬 但是還好 挑戰精神已經點下了 馬就開始栽補 二級工也點好了 但是現在問題是 火炮數量能夠穩定下來的嗎 如果要穩定下來的話 除此之外還要先拉到右邊才行 好 左邊博力跟城堡 右邊這根城堡拿不下來 這個黃金只會被斑斑石挖到爽而已 OK 沒有辦法 YO現在暫時沒有辦法阻止 斑斑斑石這邊挖礦的一個問題 好 野精的部分也想拿下 這邊補了一根城堡 但補的位置沒有很貪心補在臉上 反正補在後方位置 當然YO並沒有察覺到 家裡左邊已經被蓋薄了 好 阿茲特克這邊升級了精銳老鷹 還有金冠龍冠戰爭 待會老鷹出來就是8加9傷害啊 很義氣的傷害啊 所以 我這裡要小心了 義氣老鷹 對上你的嫖悍精神 這會比較厲害 好 這裡想來挖金黃 但是已經被控爛 YO這邊經濟開始要變差了 但火炮這波打得很好 打掉了大量的工兵 漂亮 後面只剩25隻 YO後面囤了一些肉碼 手下這邊的火炮 避免被強奴直接點掉 但是來的東西其實是老鷹 老鷹的攻擊力還沒有點好防禦力也是 但是精銳已經升級好 當然是這邊三攻也還沒有點 好這一波工兵放了出來 老鷹要往前嗎 好工兵直接躲到了城堡裡面 老鷹第二波來了 但是火炮還有三台活了下來 趕快拉順過來修理一下 老鷹跟肉碼直接正面開打 但是肉碼傷害也很高 十字點的傷害 對上你十字點的老鷹 反正 老鷹沒有點三攻 這波YO要反擊成功了嗎 好這邊趕快修理 老鷹在高之處 努力反擊當中 長弩往前 這是被火炮點掉 但火炮也被打掉兩台 這波招戰 YO 打得很不錯 城堡有機會 但巴南斯的老鷹還在夠 感覺要因為斷金而死去了 好這坨長弩又走過來 看到洛馬 哇打不贏 左邊的黃金拿不下來 這要變道德堡了嗎 YO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巴南斯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根堡沒有辦法 而且老鷹這麼多 待會再繼續淹過來 YO可能會招架不住 看起來 YO的肉碼攻勢 並沒有很延續下去 感覺前轉兵 會短短的慢了一點 感覺有點搖擺不定 到底要出什麼兵 去反制巴南斯這邊的出兵選擇 那目前看起來還是要出騎兵路線 然後加上火炮 或是戰狼兵的打擊 可能會再更好一點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巴士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要說一下 我們會有兩位 是吧 我們要再說一下 我們會不會送我們 我們會親自的 Gruppe 會不會送我們 風海 也會不會 進來 我們會不會送我們 我會送我們 我們會送你